太陽或者是上升水瓶座的朋友們 由這個雙子座滿月 直到整個農曆十一月尾 即是說下個摩傑座 aka山陽座新月 這段日子之前 即是說 由你聽到這段錄音去到 我下次出星雲之前 有什麼要注意呢 塔羅牌其實是在提供 叫我去看一下 要和你們去解釋一下 那個三分 那個三分相 那 between 木星和翼王中的天藤星 他們分別在摩傑座 aka山陽座和金牛座 這個能量其實是會amplified 即是會更加加重 by滿月的光芒 好 那對於水瓶 無論是上升太陽 那個影響性在哪兒呢 就是它說在淺的方面 是的 好者會變差 差者會變好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極端來的 OK 所以如果 你現在是在你的錢財方面 你很有米 你順風順水 麻煩你們小心點 會有一些突然很大的變動 是的 這個東西是防不勝防的 是的 所以你做多些 preventive measures 或者有沒有買好保險 之類這些這樣的東西 是的 會忽然之間令你有天堂地獄 很小心 會很突然 是的 但是如果你是本身走迴運的話 在一些錢的方面 窮到洞 這樣 會忽然之間出現一個貴人 是的 或者有一些新的方向 或者甚至是中頭獎 這樣去幫你 拉回你一把 是的 還有如果我們要說那個人的話 是的 可以是貴人或者是小人 因為如果由好變壞 這個出現的人物就是一個小人 但是如果由衰變好的 這個出現的人物就是一個貴人 OK 它很大機會是土性性座的 即是金牛柱女座 和摩蝶aka山羊座 那水平朋友們 自己要多點注意 如果你們本身正在衰 那你們就可以樂觀點 有個希望 聽完這段新聞 你們應該開心 但是如果你們本身正在走好運的話 我不是說要去嚇你們 但是正所謂趨吉避兇 什麼叫避兇 就是提了你 買好保險 然後 不知道做好什麼都好 正所謂 有一句說話 英文很好 就叫 Hope for the best 和Prepare for the worst 祝你們好運